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没有棒球练习吗?我想打棒球哦 Basketball 来自于Basket 篮子 加上Ball 球 篮球也是起源于美国 在篮球运动中 球员要把球投进篮子里得分 所以这种球类运动就叫做Basketball 我们也造个锯子来看看它的用法吧 这个运动中心有两个篮球场 我们星期天可以在那里打篮球 哇原来这两个单字的有来这么简单啊 那你知道棒球和篮球有什么特点吗? 所有的球类运动 球都是掌握在进攻的球员那里 棒球是所有的球类运动里面唯一一个运动 球是掌握在防守方那里 哦金妮这么一说 好像真的是这样耶 只有棒球才是由防守的那一边拿球 那篮球又有什么特点呢? 篮球是奥运的正式球类比赛中 体积最大的球哦 难怪我每次投篮都觉得很辛苦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